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BCC 大家好 今天呢我們要來一起玩的是 傳說對決 史上最難的陣容 那就是 五輔助 在這個充滿戰士的版本 輔助根本沒有地位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挑戰傳說對決 五個輔助到底 能不能擊敗對手 今天的冒險 我保證會讓你 熱血沸騰 冷汗直流 珍珠奶茶狂喝 而且會想在端午節跟我一起 立雞蛋 讚 好啦那為什麼會想要挑戰五輔助呢 因為我很喜歡挑戰一些 沒人敢挑戰的陣容 老實說五輔助我們也測試了非常多次 因為我們要求的輔助是純輔助 像若伊克萊斯啊查格納爾 像是還有我這個這個小老頭 這個白髮小老頭叫什麼 喔哥德爾 抱歉我都忘了你 最終我們測試的陣容呢 就把克萊斯調去打野美娜 拿去打魔龍乳喔 如果你沒有一些默契 非常好的朋友 或是敢願意跟你一起嘗試的朋友 千萬千萬不要嘗試這個陣容 這個陣容就是 就算叫一些職業選手 或是實況主挑戰 他們也會跟你說 這真的是不可能 會贏的陣容 但是我們的頻道的宗旨就是 挑戰傳說對決的不可能 我最近在傳說對決發現一件 超超超超好笑的事情 那就是呢 你知道傳說對決是有禁字的嗎 就是你在遊戲裡面打資料天 你不能打髒話不能打幹嘛的幹 那假如 你打雙層牛肉吉士寶 你會被禁言喔 而且你連續打的話 你是會直接被禁言一天 這是我們昨天發現的喔 或是什麼吉士寶之類的 我真的是快笑死了各位 好啦那回到了今天的主題 那我哥德爾選擇打中路 我帶的是煉金 而且我也不太會玩哥德爾 對面超級開心 無輔助 耶呼 隨便打 但是他沒有看到 他們中路走的是一個 傳說對決 死神般的男人 喂喂喂 訓導主人關廁所啦 快跑啊 洛伊 像洛伊這種好學生 你們對他真的是 太殘忍了 不要看我們 五個輔助 好像每個能力都好棒 查克娜的解控 克萊斯便拉開戰 那哥德爾 我們丟個氣功泡梅那拉怪拳嘲諷 但是我們完全沒有攻擊力 好 那克萊斯 直接變成一個鯊魚 直接跳上去是可愛的莎莎 我請你們吃一個躲避球 傳球傳到克萊斯身上 封塔也開了 和平啊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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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哇 可惡 差一點點 真的就差一點點 我就直接跑掉 我們真的是 喔喔喔喔喔喔 這個洛伊 屁股有夠會扭扭喔 好 那我們看到下路要進行一波 會找哥德爾 就直接過去喔 哥哥哥哥哥哥 先請你吃 沒有 我不是空發 我是傳球給 我們的克萊斯 有沒有玩過躲避球 要先傳球給外場 直接才能丟過去喔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哇 天啊 我塔在旁邊的 小蟑螂的身上 我覺得對面的兔子 好像是非常積極 兔子 欸 他剛剛放誰制裁啊 躲避球直接 灌在你的鼻梁 再請你吃一個操場罰站 哎呀 我來了 頂你一個頭喔 好 那我跟這個克萊斯 默契大連線 哇 可愛的莎莎 直接被這隻小鳥鳥 拔斷了他的小魚刺 欸 你們知道嗎 我到長大才發現 原來魚刺 真的是 是鯊魚的那個背脊欸 所以呢 大家盡量喔 不要去吃魚刺 因為你每次一次一次 真的會有一隻 可愛的鯊魚招仰 喂 我又沒做錯事 訓導主任給我中午在操場罰站 有點熱欸 各位 我還記得呢 我高中做了 就是那種比較調皮 然後我做 覺得最誇張的事情就是 在中午被直接在操場罰站 而且是罰一個上午 現在應該不可能體罰了吧 欸 放過可愛的小莎莎 哇 我們的美娜也進去 兔子膨脹啦 變成一個紅通通的 燒烤兔兔 和平啊 各位 怎麼覺得 有一點打不贏對方 但是我現在卻有一點 小興奮了 不要綁我 訓導主任 為什麼我叫他訓導主任 因為我真的覺得 以前我們的訓導主任 真的長得超像阿萊斯特 我跟你保證 簡直是一模一樣喔 就跟你們國中都有一個同學 長得像夸克和莫拉一樣喔 我國中的話 應該是算 長得比較像 菲尼克之類的奇葩生物吧 我國中就是那種怪人啊 就在班上都只會 只會講那種 很奇怪的笑話 然後我是那種 每次只要講笑話 都只有 就是別人會笑 我自己不會笑的那一種 我國中就是一個 超級問題人物 上課不是遲到 就是在遲到的路上 好啦 那我把對面的體育老師 定在原地之後呢 我們的莎莎直接追上去 跟兔兔親親我我大象也追了上去 看起來很完美的組合 我們的阻力輸出 到底 到底是誰呢各位 好啦 那如果你有看過 比任何 比這個更難的陣容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們分享 最近YouTube有個新的功能 在下方你可以看到影片喜歡的旁邊 有一把快樂的剪刀 如果呢 你覺得這一部影片 哪一段超級好笑 你想要分享給你同學 沒有問題 按下旁邊的解析 歡迎你把所有好笑的片段 分享給你 開心的同學喔 好了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直接 哇 請你吃一個霹靂 霹靂無敵 海派加農泡 冰淇淋竹啵啵啵泡 哈哈哈哈 我自己取的 哇 勾過來直接轉了一發喔 我最近呢很無聊就太閒 然後我就在玩語音交友軟體 超可愛 我遇到一群小弟弟喔 邊寫暑假催就說 我可以等等再寫暑假作業 但是弟弟不用擔心 我還會再回來找你玩 因為你很認真的在寫暑假作業 你知道嗎 以前喔 我在房間寫暑假作業 然後我媽 都會在客廳看電視 監視我有沒有寫暑假作業 但是我就是那種 就是做一下事情就會開始躺著 我就可能呃 寫個兩句吧 然後就直接躺在 後面的沙發在那邊睡覺 然後就躺著躺著 躺到我媽看到可能 廣告片段很無聊 就進來說 哇你怎麼又不寫暑假作業 我這樣已經算好了吧 我昨天的影片有說 我女朋友 她是到 好像到高中之前 從來沒有寫過暑假作業 我的天啊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原來我是跟一個快樂的女惡霸交往 哈哈哈哈哈哈 開玩笑的啊 不要把這段影片剪給她 謝謝你們 好 不然我可能活不到明天的鼻樑喔 這邊呢我們就直接輕輕鬆鬆的 繼續丟我們的氣功炮 完哥的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你的氣功炮要丟的準啊 雖然我這場命中率極低 但是我在後來 後來局上 拆塔拆塔 點塔 後面的紅燒兔子 我來了 就幫你沾一點沙茶醬 哈哈哈哈哈哈 我應該是沾奶油球的感覺 喔 我真的很討厭阿萊斯特欸 拜託喔 不要再選阿萊斯特了 我真的是受不了 他的大絕招了 在拿到優勢之後呢 其實我們這個隊伍 也有佔一個好處 那就是對面說 打那個輔助 打那個輔助 我們全部 都是輔助 隨便讓你打 因為我們少了一個誰 完全都沒有差 哇 這個蘇 也打太準了吧 各位 好了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輕輕鬆鬆的 看到這個深淵魔龍在這邊 幫忙稍微卡一下視野 丟我的氣功炮 丟丟丟 我覺得現在可以吃 深淵魔龍吧 克萊斯直接開打開了進去 我們克萊斯打野非常的肥 追殺紅燒兔兔 體育老師教務主任 還有後面那隻資源回收的小娘娘 讓我們直接塗了上去 冰淇淋球球直接命中對方 喔 夏天好熱 好想要吃蛋捲冰淇淋 一個空大之後 這不就輕輕鬆鬆的 完成這一場回戰 我剛剛以為 我差一點又要被防禦塔 可以擊殺掉了 各位和平啊 體育老師跟披風俠 直接過來喔 那我們在這邊呢 下次稍微的蹲一下 我覺得現在 我們應該要回補 然後直接把深淵魔龍吃掉 我們就贏了 你看我現在傷害超級高 蘇五來個男人般的決鬥吧 我數我一二三殘忍的時候 一二三殘忍 哈哈哈哈 哎呦 我沒有射中你喔 不過剛剛我也好險 如果是我被命中的話 我就直接回溫泉塔 快樂的泡溫泉了各位 又一個空炮 欸你們有人在算嗎 我這場 到底空丟了幾個 這個什麼狙擊奶油槍槍彈喔 而且你可以看到旁邊有個陷阱 我剛剛有發現了 但是我竟然還沒有踩掉 這時候請輔助去稍微卡一個位置 欸等等等等我們全都是輔助 我們請若伊去稍微 卡了一個位置之後呢 順大玩若伊最重要的就是你的 二技能再配合大絕招 能夠把隊友瞬間的拉回戰場 所以呢對面即將面對的不是無輔助 而是十個滿血最可怕的輔助 稍微請輔助卡了一下視野 不用卡了被看到 丟了一個張綠燒之後 克萊斯過去 克萊斯轉克萊斯直接噴個大 颯枷直接天空飛起來 那我再吃一個支援回收 好了那現在呢 我們就請克萊斯去支援回收室 輕輕鬆鬆的 把這一隻凱撒吃下來 天啊我們五個輔助凱撒 這樣要打 要打多久 救命啊 各位米奇在哪裡 嗚 好了欸其實 好像吃滿快的 是我有點多餘 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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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哎呦到底在講什麼東西啊 講話有點卡詞咯 最近我發現我的 中文的程度好像變得有點差哦 不但英雄會口誤講技能還會講錯 好小鳥鳥飛過來之後呢 沒有撿到任何的資源回收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把它 丟進垃圾車 哎呦沒有丟中沒有關係哦 這就有點像是哦 你在國中的時候哦 有沒有喝完飲料的寶特瓶 很想要直接挑戰 把你的寶特瓶直接 空心 Truck 你們會叫Truck嗎 投籃空心 然後丟進垃圾桶裡面 哎你知道嗎 我們國中我們的 班導師禁止我們這樣做 他說不准用丟的 把東西丟進垃圾桶 因為有可能呢 會彈到旁邊的同學 我也不知道 不過有一次我真的會試 因為 我們的教室外面就是那個回收桶 然後有一次呢我從 因為我做側邊嘛 我直接往外面丟瓶子 結果丟到我前面的同學 我的女同學就直接哭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好這個紅燒兔子欠三杯 欠真欠詐 我們就直接把你送回烤箱裡面去 那這一場呢 我們不就輕輕鬆鬆的 好像也沒有很輕鬆 完成傳說對決 史上最難的陣容喔 對面的颯枷沒血 我們直接請他回去 再度空大走不用擔心 拿著牛排叉的克萊斯 直接吃了一個三分熟的 烤鳥鳥大餐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們今天可以說是 傳說對決史上最難的陣容 你跟我一起挑戰成功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那後面這兩部 是我精選推薦給你的影片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